董老师停播这么久 他们那销量还是很好 如果小董彻底离开这个行业 再也不做了 这也许会衰减 但是那个基本盘还是在的 但是如果小董出去创业 单搞了一块 这有的人会走 有的人不会走 但是绝对不是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数字 是因为他并没有走 既没有去做自己的 也没有去竞争对手那 数据基本上还能维持 他们那个公司那些管理层 如果脑子不好误判这件事 你就死得非常难看